這是現在的年輕人 這個是呃 女生 女生說你一個月三萬五 在台北一個人生活已經很辛苦了 我不想拖累你 而且你是10號領錢 就男生說啊10號領錢怎麼了 他說因為我5號要用 哈哈哈哈 他的浪單是5號就要繳錢 然後那男生說你是認真的還是在考驗我啊 而且3萬五還不夠 那男生還搞不懂不夠什麼 我又沒有要給你 哈哈哈哈 下面還有 那就算了 女生說那就算了 他說我找有肩膀的男人 分手 分手吧 才在一起一天不用分手 才在一起一天不用分手 哈哈哈哈 彭毅大哥真的有啦 怎麼講得出來啊 不是不是 我也是去年才講知識 我有一個閨蜜 因為以我們的年紀 我們小孩大概都是大學左右這個年紀 我有一個閨蜜 有一天就跟我抱怨一件事情 我這個閨蜜是單親媽媽 她自己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公司 然後她的兒子呢才上大一 她兒子長得很帥 人也很可愛 她就跟我抱怨說 她兒子呢就在學校裡面 交往了一個女朋友 那很好啊是不是 然後我這個閨蜜就問我說 怎麼會這樣 我兒子竟然每個月給他八千塊 說規定要給他零用錢 規定 真的真的 他說有一群年輕女生 他們說男朋友就要 要給他零用錢 那一個月八千塊 然後他的兒子很高興喔 就每個月要給他八千塊 給他八千塊不打緊 我們知道談戀愛都是這樣 我們在一起遇到的第一個情人節很重要 那一年的七夕呢 他的兒子之前還來問媽媽說 因為他兒子有點媽寶啦 就說因為不知道送女生什麼 他們還挑了一個很可愛的包包 就去吃了情人節大餐 然後回來之後呢 他兒子又把那個包包給拿回來 然後三天都沒講話 他後來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去吃飯的時候呢 當然這個女生很雀躍啊 因為不知道你會送什麼禮物 當他給了他這個放起來包裝很漂亮的禮物 他就當場拆開之後這女生就哭了 因為太感動了 沒有不夠好 不是這女生立刻把自己的包包放在桌上說 我已經拿的是這個包了 你這個包多少錢 這我小學時候拿的耶 Kitty貓的包 你怎麼知道 對這我小學時候拿的耶 Kitty貓的包 就那個系列啦 你懂啦大概兩三千 我拿的是這個耶 你知道某個精品的購物大概要五六萬的那個 現在大學生真的有女大生是拿那個 你中午現在開BMW 你給他上一台罵 對齁 可是小男生完全不懂 他會覺得是他的錯 所以他回來就不講話 然後就也不敢跟媽媽講這樣子 後來是我的朋友跟我抱怨說 那個女生真的離譜到 顯然她有嚴重的公主病 有的時候是家裡養成的 你知道現在很多的家庭教育是女兒一定富養 兒子一定窮養 兒子什麼都不給他 但女兒呢 每天把水果切好好的 衣服幫你穿好好的 這個女生就是家裡在南部有點錢 在台北有一個小小的房子 家裡人買給他 但是他們跟我這個閨蜜的這個兒子沒有住在一起 因為我閨蜜管他的兒子蠻緊的 但是三不五十你知道他還做些什麼嗎 有的時候沒有去上學 兒子沒去上學 後來他就問他兒子你去哪裡 他說他女朋友今天不舒服 是哪裡不舒服 出車禍 他月經來 那關他什麼事 他月經來他不舒服 他沒有辦法下床 所以他又要買吃的給他 還要把他抱下來吃 然後要幫他買衛生棉 然後所有事情都要做 而且他說他月經來肚子痛心情會不好 所以要到家裡去陪他 然後因為他家裡面沒有人打掃 你知道他家裡亂成什麼樣子嗎 嚇著 你知道有一款女生是出去很漂亮 家裡面完全是垃圾 又臭又髒 然後我這個閨蜜的這個兒子要幫他打掃 天啊你知道我每天我這個閨蜜就跟我講說 你去跟我兒子講啦 這樣子不行 我說我根本不可能跟他講 因為現在年輕人還有一種形容詞叫什麼 我不知道是啞不啞 叫馬子狗 就是你當這個女生的狗 是這樣嗎 是吧你比較年輕啊 這是個稱讚嗎 馬子狗 馬子狗 不是馬子狗意思是說你就去當他的狗 差不多啦 後來其實交往半年他們分手了 這閨蜜放鞭炮欸 我說好棒喔 為什麼你兒子想開啊 他說不是他抓到那女生劈腿了 原來就是馬子狗有好幾個 那H女朋友如果是有女朋友 你會很在乎他對錢的態度嗎 當然啦絕對的啊 他只要出來該怎麼講 你10號領錢我5號要用 每個月給我拔錢 沒有我交女朋友有一個原則 是我絕對不給錢 對就是不管你缺多少錢 我絕對不會拿錢給你 可是我都跟你開口了 那我還是不會給 但是平常是出去吃飯啊 生活啊遊玩啊 就你只付錢不給錢 對我絕對不給錢 因為我覺得這關係不能夠建立在這種 這種事情上面 當然之前有發生過一次 跟我之前的前女友她 她要出門 然後她身上沒有現金 然後她說我可不可以跟你拿錢 那我就說你知道我的原則是什麼 我不給女朋友錢 因為我不喜歡這樣子 然後她說好 她知道了 可是她身上是真的沒有帶錢 但後來我就偷偷的塞了3000塊 放在她的皮包裡面 對 然後她出來她走的時候 她就覺得蠻開心的 那我覺得這只是一種 一個貼心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 男女之間真的不能夠建立在用金錢去交換 你對我的關愛這種行為上 不然你就會變成 剛剛她講的那樣 其實她外面可以用同樣的事情去交換 不同的好處回來 其實講白了 現在女生有太多人利用她的美色靈魂 還有靈魂 靈魂 靈魂也算啊 來跟你講話啊 跟你溝通啊 用這些東西在賺錢 但這都不是真的愛 是 古英文在乎這個 不是 其實我覺得重點在 我們現在對金錢的追求 還有對性的開放 導致這種狀況 就像那種 你看到警察去酒店 靈檢抓到那個小姐 就是有性的 她說你好好一個女孩子 你去陪人家睡覺賺錢幹什麼 她說 有什麼不好 我和人家睡還有錢賺啊 我跟男朋友睡還沒有錢拿 對啊 所以當性變成一個 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不是說因為我愛你 才跟你做的時候 所以拿來換錢 為什麼不 所以很 事實上整個愛情的觀念 已經變得扭曲到這樣 才會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像H這樣做是很對的 但是像她這樣的做法 根本找不到女朋友 如果對年輕人來講 真的嗎 很難啊 可是她身邊常常都是美女耶 沒有 沒有 你看嘛 女生都這樣嗎 沒有啊 這樣就交不到女朋友嗎 很難啊 不會她應該蠻大方的 她有說她可以付錢 就是請吃飯 送禮物 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有那樣思想的女生 才有問題 對 那什麼思想的女生才有問題 就是說 你覺得老 不管你的男朋友還是老公賺多少錢 所以她就應當要給你那麼多錢 來供養我這個女生 我覺得有這樣思想的女生 以後才是大患